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力量也很小 随时随地都需要大人的照顾 这个人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走上山坡 要过土坎了 他怕孩子过不去 便把他们夹在叶下 用大字表示大人 再用两个小的人字表示两个小孩 这就是夹在叶下的夹字 不过这是繁体字 现在简化成这样 夹的意思是从物体的两旁前柱 或者两旁有东西限制住 比如书包里夹着一张纸 夹着书包 夹到夹板等等 夹 记忆啊 夹 夹在中间的夹 夹 夹是一声 它还有第二个读音 读二声 夹 一层布的衣服叫做单衣 把两层布缝叠在一起的衣服叫做夹袄 也是这个夹字 夹 夹 夹的夹 用夹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有的读夹 有的与夹的古音相近 因为夹要用手臂 所以在夹字的左旁夹一个提手 这个字是动词 也有把人或物夹在两类的意思 这个字也读夹吗 不读家 要读邪 二声 邪 夹邪的邪 邪的意思就是 以张势力或抓住别人的弱点 强迫别人服从 比如 邪持 邪志等等 邪 吸野邪 夹邪的邪 邪 夹邪的邪 挂在这枝叶上的黑棒棒是成熟了的绿豆夹 因为豆类植物是草本植物 所以用草字头表示 由因这些绿豆或是黄豆 黑豆 扁豆 都是被夹在豆夹当中的 所以用夹字表意兼表读音 这就是豆夹的夹 要读二声 夹 豆夹 豆夹也叫豆角 比如造夹 槐树夹等等 夹 鸡啊夹 豆夹的夹 夹 人的两个脸蛋也叫脸夹 为什么叫脸夹呢 我们一同看看脸的特征 人的嘴和鼻子长在面部的中央 被两个脸蛋夹在中间 所以脸蛋也就是人脸的两边 从眼睛到下巴的部位就叫做脸颊 你说 这个叶子表示人体的哪个部位啊 表示人的脸和头 说得对 用叶字表示人的头脸 再用夹字表示人脸部的两边 并尖表读音 这就是脸颊的夹 跟豆夹的夹一样 也读二声 夹 比如面夹 脸颊飞红等等 叫脸颊多别扭呀 老爷爷 我不愿意叫脸颊 叫脸蛋行吗 哎呀 你可真麻烦 行啊 但是必须要认识脸颊的夹 你说呢 嗯 您说得对 我已经记住了 好 跟我念 夹 鸡啊夹 脸颊的夹 夹 脸颊的夹 两个脸蛋夹住鼻子 叫做脸颊 如果是两座山夹住山沟 该叫什么呢 应该叫山甲 嘿嘿 不叫山甲 应该叫山侠 也叫侠鼓 因为是山 所以用山字做旁表意 又因是把山沟或江河夹在中间 所以用夹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侠鼓的侠 跟前面学过的两个字一样 统读二声 侠 侠 侠的意思就是两山之间夹着的水道 比如三门侠 长江三侠等等 侠 山字旁侠 侠谷的侠 侠 侠谷的侠 好多了 肾炎 侠谷 侠谷 侠谷